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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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先生对吴迪舟 新华社一个人叫吴迪舟 其实都是温和派 日记作的研究发现 原来当年中共即使在1967年暴动期间 亦争取华人资本家的支持 这本就是你的巨著 不吴迪舟 里面提到 很希望能够得到 华人的企业家 在大陆叫做民族资本家 总之你是Chinese 就可以了 支持我们爱国抗暴的行动 最重要当时就是反英反美 反帝反修 在1967年时 即使是最极端的年代 即是我们的参考 1967年是最极端的年代 那些贵人的 但是民族资本家就没有 民族资本家在六七暴动的时候 都是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 但是多数站在港镜那边 五星期里面 其实有一颗星是民族资本家 1949年整支五星期 最大的当然是中共和共产党 好像第一颗星是民族资本家 经常要民族资本家 尤其是在上海那边 结果全部是什么结局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那些不要叫民族资本家 是华人资本家 我说回这里 但是现在中共对香港的极左政策 自1949年以来最极左的政策 我们香港人大部分 不论阶层 穷的好 中产的好 有钱的好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能够有200万人出来示威 一定是跨阶层 他们对这些年轻的示威者的支持 是有精神上、文宣上 甚至物质上的 我不相信CIA是这么有钱 你看看美国电视台 它现在在笑着 美国人都在笑着 中共指责他们CIA支持 有个时事评论员就说 蛤?我们CIA那么踏水? 哇!你的示威者的肤肌 一样的防毒面具 原来你要成为二千多元 还要成为换心 哪有这么多水? 其实都是很浪漫的 根本是香港人的 看不过眼 以及最不看不过眼 其中一部分人 就是医生和护士 有八至九成的医管局 医生和护士 非常支持示威者 因为最要看得清楚 警察当然不是全部 那种濫拳打得示威者 即是头破血流骨又断 在香港第一次 是医生和护士 出现这种空前的团结 是支持示威者 说到这里 我们就了解了 但我在节目里提过不止一次 就很不明白 就是说在海外的华人 包括大陆人、香港人 无论教育水平低或高的 他出现那种蓝丝 是挺多的 分区 美国、加拿大、澳洲等 这些就是英语国家 即是民主国家 再加上东南亚的华人 其实都有不少 绝对不是个别例子 他们是站在中共那边 是 我很奇怪 为什么他们是害怕中共政权 不说东南亚的 可能他们过了几百年 他们才移民过去海外住 为什么今天呢 我差不多是调转枪头 就是违反了初三的支持中共政权 普通他们现在不恐惧中共政权吗 还有他们那种 我觉得是蒙塞 用蒙塞 被蒙蔽 香港我们觉得是垃圾的文章 过到那里 原来这么受欢迎的 属于这个屈大妈 还有最新的一个叫做 莫树錦医生 莫树錦医生是加拿大 民主国家训练出来的医生 再说一次 莫树錦医生是加拿大 民主国家训练出来的医生 但是他写的文章 完全没有评论 是谎言 但是很多人都认识 程先生 你也有很多同学同学在那里 你怎样理解呢 这个问题最初我也是很错愕 所以我也很耐心地去听朋友的解释 还有看他们的文章 漸漸我都略有体会 以我的同学圈子来说 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是令他们会这样的 第一他们远离中共的影响 远离中共的威胁 是令他们完全不察觉到 中共有什么问题 完全不察觉到 在近距离接触中共的时候 你是会出现一种恐惧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理上 令他们会看到中共很宏伟的一面 看不到中共的生活压迫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 苏晓康何湘的作者 是说的一句话 是很贴切的 何湘出来了之后 大家知道 他将中国很多 中国共产党治下的 中国很多问题 是归咎于 一种黄土地文化 和海洋蓝色的文化的差距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共产党会产生这么多 违反人权的事情 好了 他的河湘就说黄河 那本书出来了之后 竟然在海外 遭到很多华人的反对 说你掃点王祖 说你自己是华人 为什么你会出一本书来 将你中华文化 不断诋毁等等 苏晓康说的那句话 请这些朋友 回到中国黄河边 生活几个月 那他就会知道 为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 的生活是怎么样 我觉得 由于他们 这帮海外的朋友 他是远距离 远距离爱国 远距离爱国 都不是我今天才说的 在很早的时候 我已经发觉 很多人 会有一种 远距离爱国的情怀 因为他们是远距离 中国共产党 不受中国共产党 日常政策的影响 不知道那种味道 所以 等于我有个同学 我有个香港朋友 是駁斥这些海外朋友的时候 就是说 你不生活在香港 你都完全感受不到 香港的自由 日益 就是这个 收窄 那个漫长的过程 你感觉不到 所以你会完全觉得 我们香港人的抗争 是多鱼 此其一 第二 即是远距离 是第一 第二 通常就是 那帮朋友 他在外面生活 他当地的问题 他看得多 他感受得多 嗯 中国的问题 他感受不了 是吧 那时候 他就会常常 将当地的问题 作为一种对比 是吧 你说中国不自由 美国很自由吗 你说中国不讲法治 美国又讲法治吗 他会 他会 用很多 日常生活的例子 来反驳你 是吧 那时候 他就在他眼中 就是天下乌鸦一般 你不要识毁中国 你西方国家 都是这么坏的 是吧 那时候 他就变成了 就是 他从他本身的社会 他近距离接触 每一个社会的弊端的时候 他就会将 对中国的向往 对中国的肯定 就是作为一种 contrast 对比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 华人在外国社会 或多或少 不管你的成就有多大 或多或少 有一个所谓 玻璃天花 Yes 就是所谓 glass ceiling 是 即是说 这种是很濕途的 一种歧视 我承认这种是一种歧视 那 华人 在外国社会 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 今天中国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 很厉害 那时候 他无形中 是将他的地位 是有所提高的 他是 是中国强大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是这个事实的 无形的得益者 不行 所以 他就会 这种因素 是会令他 对香港现在的 发生的事情 是表示很不理解 很不支持 甚至乎 激烈反对 推卖我们 这样 这样的情况 我见得很多 但是 会不会 在当地住的人 在我眼中 他未必投入主流社会 OK 刚才你说的 这个歧视 我相信全世界都存在 突出 我们经常说 因为你的肤色 是看得到 visible 就是种族歧视 我相信是存在 这件事 是有人类以来 我相信 都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 他献法是写明 所有种族都是平等的 他在种族平等教育方面 是尽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应该资计他 华人或其他种族 在当地的地位 提高了 是跟他们国家的国民教育 即他们国家的民权教育 是有关系的 以加拿大来说 他是重视多元文化 种族平等 即是LGBT平等 所有人都平等 尽管你是有 不喜欢你 什么人种 什么人种 那些人不敢做出面 如果你真的做出面 就可以告你 你说歧视 那你华人 歧视回华人吗 哪个乡下的 上海人 可能看不到你 是广东人 一样的排斥 他们抽这件事 第二 我觉得 华人在海外 可能其他种族都是这样的 他们的公民意识 真的不是很强的 就是他们对社会的意识 包括他们 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三权分立 或者四权分立 所谓三权分立 即是警察抓了你 或者其他法律的部份 抓了你 你不是一定坐硬监 你可以请到律师 请问中国大陆 可不可以请到律师 他回答不了你 这件事 第二 还有一件事很模糊的 中共在批评方面 故意模糊 华裔和中国人 即是Afric Chinese 和Chinese National 这件事 是故意模糊化 而争取海外华人 每个都希望他们认造 中国人 其实你不小心地说的时候 即是你是Chinese National 同时 中共政府 是不承认雙重国籍的 再说一次 如果海外华人不明白 我说明 中共政府 是不承认雙重国籍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憲法 写到明 但是 很多华人 开口跟你说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其实你应该是 Chinese American 或者是 Chinese Canadian 是这样去说 Ethrit 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我是很意外 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这是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人 无论你去到哪个地方 拿到其他国籍之后 心底内对国家的忠诚 都是对中国的忠诚 我观察到很多不同族裔的人 是中国人特别强 你譬如说 以Soros为例 他是 他是波兰籍的 波兰出身 他去了美国 他不会再记挂波兰 但是中国人去到哪里 他最后去记挂的 都是中国 我觉得 我观察到很多不同地方的 华僑 或是当地的 不是华僑 而是当地的 拿了当地居留 国籍的人 实际上 他内心的 loyalty 对国家的忠诚 那里 多重是对中国 而不是对他 身在的地方 这一点 我觉得是中国民族的特性 所以这些特性 再加上中共有意去 模糊化 去做很多海外的统战 或者什么时候 这件事 是很难去扭转 所以当中共一动员 要他们表某种态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自然地 都不用太多的 他都会很自然地去支持中共的观点 当然中共对香港反送中是持批判态度的 所以他们都会很自然地对香港持批判态度 反正你是反对中共 等同反对中国 所以他们就 这个是很不幸的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而中共近几年 更加强化了一件事 就是中共国 李宜说 以前都勉强说 中国还中国 共产党还共产党 现在就是中共国 我自己就是很小的时候 看梁启超的书的时候 梁启超论外国的时候 他就清清楚楚 说朝廷不等同国家 朝廷只不过care taker 国家是永族的 朝廷是可以更换的 所以我自小就是对这个 党国之分 分的我看得很清楚 就是得益于梁启超的这种啟發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有的朋友 就是如果能够在党国 这件事 作一个明确的分野的时候 就不会被中共的宣传 是可以误导到 现在很迷 就是中共最新的宣传 爱国主义的宣传干扰 是直接说到 是差不多你爱中国 等同爱社会主义 等同爱共产党 等同爱党的领导人习近平 就是将它收窄到 成为对习近平 爱国等于对习近平的忠誠 你看回我最新的 前的班部 没有很久的 新的 外国主义宣传提纲 一句话就是说 要将国家的爱 转化为对习近平个人的忠誠 我觉得就是这个 居然敢作这些宣传 真的是 喂 大哥 你要跟毛泽东比赫毛泽东 但是你没有毛泽东那种威望 我没有说当时做得对 你没有那种威望 没有那种军功 这个是很大的 还有 刚刚的国庆阅兵里面 迅管不是第一次 但是最张扬的一次就是 三支旗 行先的是党旗 然后是国旗 第三支就是军旗 迅管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次更加 拍得很清楚 而且在检阅部队里面 加了一个仪式 就是向党旗、国旗、军旗 注目礼 这件事以前中共 没有试过这样做法 这次阅兵就出现了 说回 我真的要追问你 你真是很经历 如果我在街上 尽管雨傘运动的时候 也出现毛语鹿 现在是多了 那些年龙场的毛语鹿 其中最出名的 我看别人连什么最多 就是那里有压迫 那里有反抗 这个此其一 上次有这么多毛语鹿的时候 应该是1967年的暴动 那现在的形势和1967年 其实有什么不同呢 我觉得你不可以这样比 第一 在年龙场年毛语鹿的极少数 你从香港这么多年龙场来看 年毛泽东语鹿的极少数 此其一 第二年毛泽东的语鹿 就全部都是毛泽东在解放前 在1949年之前 讲的支持民主支持自由的 斗国民党的语鹿 嗯 他只不过是引用阿爷的患 来打击现在的政权 嗯 这个我不认为是 你所说的毛语鹿 嗯 只不过是 第一 他的量不是那么多 嗯 第二他引用的 全部都是毛泽东 在取得政权之前 给中国人民一种 一种虚幻的期待 就是说共产党执政之后 就会有带来民主自由了 嗯 但是当时 1949年之前 毛泽东说的民主自由 真是很吸引人 他在重庆 接受路透社记者访问的时候 路透社记者问他 你所说的民主是什么民主 你所说的自由是什么自由 毛泽东想都不用想 民主就是 林肯总统所说的文字文有文响 嗯 自由就是 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四大自由 哇 哇 你说这些是不是真是很棒 哈哈 所以现在联龙场所引属的 都是四九年之前 毛泽东一些很吸引人的 一些 一些语录 就不是 不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无语录 通常所说的无语录就是 是斗 阶级斗争 要天天讲语 天天讲 做犯有理 哈哈 哈哈 所以就是 完全跟六七暴动的时候 那些无语录是不同的 所以整个背景不同 我不可以这样类比 你这样类比的时候 就会将大家 对今次这场运动的看法 带去一些错误的观点上 我不贊同这样的说法 OK 这是无语录的问题 但如果我真的很想问一问 现在比起一九六七年的分别 如果要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如果你觉得最大分别在哪里呢 最大分别就是 一九七年的暴动 是中国文化大革命 向境外延伸的一个结果 嗯 这是最大的分别 这次这场运动 是我们香港人自发的 一场 争取民主自由的一场运动 换句话来说 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的 不是由上而下 好像六七文革那样的 是的 所以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是 六七暴动 是在中共极左思潮之下 想借着一个劳资糾纷 是要夺取港英的统治权 嗯 今次我们的反送中运动 只不过是民意的觉醒 大家要出来捍卫这个 我们香港的资本主义 那个完整性 不受那个防火墙 拆掉防火墙之后的威胁 嗯 是我们反对政府一个错误的决策 而不是群众没有想着要夺 这个香港政府的权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现在呢 就是中共呢 中共呢 他经常说 香港的反送中 就是要夺取这个管治权 这是一个很创的 它是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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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解放军在边境 又在深圳 又开枪 然后呢 又派一些炮艇在香港 附近的游戏 然后呢 大陆运用很多武器 来香港 装备一些左派 就是这些全部都是 真的动刀动枪 土製炸弹 不用说了 对吧 现在香港没有 你说 有些年轻人用汽油弹 都是很 就是谈不上武器 级别 是吧 但是大佬 六七暴动的时候 真的是 是武器级别 是武器级别的东西 天青码头 整架船炸沉 你说 那是什么级别 嗯 就是这样 就是 当时呢 就是有 用紧急法令的 OK 其中一个三个 三个人走在一起 就是同一目的 就可以拘捕你了 那是实施戒严的 那现在呢 就是今天呢 就是 民建团出来开几日招待会 就支持立紧急法 紧急法 利用紧急法 来立这个 反蒙面法的 那 再用回 当年的一招紧急法 你认为 会不会有效 会不会work呢 首先我不评论 不评论 会不会work 我想先说一下 林郑政府 这个喜有此理的地方 嗯 她是不断犯错误的 而每一个错误 越犯越大 嗯 小错不改 变大错 大错不改 变灾难 现在我们就是 由 由 开始小错 一路走向灾难 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第一 她第一个阶段 错在哪里呢 第一个阶段 错在哪里呢 很魯莽地拆除 这个 两制之间的防火墙 是 尽管她 很多人跟她说 这个 不是漏洞 现在的逃犯条例 是 排除中国 那个条款 不是漏洞 是当年的精心设计 是 她怎么说呢 这些全部是废话 是的 罵人的废话 嗯 好了 这个阶段的错 我也觉得是小错 错在哪里呢 错在她 是没有一种意识 来捍卫香港的两制 嗯 错在她 不虚心 去听意见 就是所谓 power arrogance 嗯 第二阶段的错呢 就错在她 是 整个建制派呢 都要为她 这个 就是要盲撑她 是的 所以建制派 你不要以为 今次 香港走到这个局面 建制派 只有林郑错 就是 麦美娟 闭门 用粗 粗口罵 去批街 你不要以为 麦美娟你没有错 你整个建制派盲撑 嗯 完全 就是因为建制派盲撑 所以才令到林郑 可以认为 她认为 她数九票之后 在六月十日 可以以讀 所以 她这个 细错 结果 就终之造成一个大错 就是六 百万人示威之后 她都不收手 她以为 还想在六一二 硬过 嗯 接着 六一二 就出现 第一次的严重的警民冲突 好了 已经是由 细错变成大错了 她都不收手 大错变成 现在很严重的警民 很严重的警民冲突 而双方的暴力 都是有所提升的 嗯 那已经是小错 不改 就变成大错 大错 都不改了 都不肯去改 竟然 打算用紧急法例 来 来 处理 喏 这件事是 非同小可 你非常非常 审神 我觉得林郑要 今晚要认真去考虑 是不是这样做 为什么呢 六七暴动的一个经验就是 嗯 当港英 面对左派暴徒 的 襲击的时候 他宣布了紧急法例 但是紧急法例 需要警力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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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 制度内的 暴力 去 去 执行 没有这些制度内的暴力 来执行的时候 你根本就 没有可能 实施 你的 緊急法例 好了 那你 林郑 现在 想 颁布这个 緊急法例 你是否准备到最后引入解放军呢 我想问你一声 因为六七暴动的经验就是 当港英 颁布这个 这个 这个 緊急法例的时候 英军是动员了的 英军是stand by 的 是随时 警察不够力的时候 他是出动的 嗯 而且 在背后 还有 这个 航空母船 寶女后 是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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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 颁布了一条 緊急法例 但是 你要 implement 这个 緊急法例的时候 你背后要有足够的 武力支持 武力去支持 嗯 当时的情况 六七年暴动的情况 就是 广大市民 站在 政府一边 对付一小撮的 左派 左派 暴徒 嗯 这样的时候 都尚且 港英都尚且 需要 考虑到 动用英军 考虑到 航空母船 走来香港 嗯 就是巡一巡 是 你今天 那个局面是怎样呢 你今天是你林郑政府 面对 几百万市民的 反抗 嗯 你看看 就是 你说示威者的暴力 示威者的暴力 是在升级 但是示威者的暴力 升级的同时 你看不到市民 是跟他们 国席 是 民意还未逆转 民意还未逆转 那你换言之 就是说 是 你林郑现在面对的 的 所谓的对手 是几百万香港市民 压 你是否准备用 你觉得三万警力 可以 可以 镇压 几百万市民 吗 是吧 当如果 你 譬如你要搞宵禁 或者你要搞什么 搞法例 当十八区的 市民 都 都出来的时候 是 你三万警力 摆在哪里呢 你是不是最终要靠引入一些 香港以外的力量呢 就是武警部队 所以你 我觉得林郑 你非常要小心 你已经由一个小的错误 一个行政上的错误 一种 一种 考虑不周的错误 是小错误 已经造成今天这个大错 就是说 这么严重的警民冲突 你是否还要从这个大错 将香港推向一个灾难呢 所以我觉得 香港人要齐心 逼使林郑 要三思在这个问题上 紧急法例 说就很容易 你后面需要多少武力去支撑你 你不要随便动用这一招 他们呢 就想些糟糕的 好像十几天那天 就封了大部分港铁站 让你的示威者 就不可以去港岛区游行 因为那天 他担心整百万人去到港岛区 真的很不好看 谁知道就惨了 你封了地铁 即是说 一众示威者 年轻人就不可以去港岛区 那就变了 就真的遍地开花 各区的人在跟你拼 这件事就是 他们想不到的 如果我是他 那天传了这些人 给民阵去搞 起码 有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宁的 那就给你镜头拍了一百万 一百五十万 拍到出来 就是做了这些死蠢事情 即是说奸有奸输 我最觉得很远色的 就是 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错误 是 你不肯去承认 你不肯谦虚去检讨 你想着就是以这个警力去镇压 一个由你小错误引致的社会不满 那时候就造成了民众的反弹 跟着一直都是用警力 这个警察暴力 来试图解决政治问题 即濫暴 濫暴 你也解决不了政治问题的话 你就要推向近乎军管 如果你真的要搞这个 更加法例的话 你真的要在香港 几乎要有军管的准备 你才会很随便移动 我们每一个香港人都痛心的地方 就是本来一个小的错误 是去纽正的 是眼白白看着它走向一个灾难的结局 这是不是我们很不甘心 看到一种这样的状况 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见到 但等于北京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这是林郑的错 因为林郑都承认 是她的坎头埋牆 是她的估计不足 是她的咨询工作做得不好 这些林郑都承认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那你就问责下台咯 就算林郑不问责下台 那两件都要下台咯 就是若驊李家超 你肯这样做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有 她不是 她认为 她将林郑个人的错误 包大为你反对派要夺权 那得了 你夺权咯 当然要力保林郑 她变成是互短 一定要互短 林郑如何错也好 她承认自己是错 都没有法子换她 一定要补她 好了 结果补不成 补不成 就把这件事定性为颜色革命 又升级了 危险程度又升级了 颜色革命 外国人都会弄你 死 你用颜色革命来解释这场抗争的时候 你用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 因为在她来说 是击退外国势力的奪权的阴谋 所以你用所有的武力都会变成振振有词 对吧 所以 很好的颜色革命 接着现在升级到 根源是 极端的资本主义 要整个香港来洗牌 是否又是由最初一个 小的错误相对容易解决 你不去解决 不去正视它 变成一个大的错误 你用华颜色革命 将你中国放在全世界 西方世界对立面 是否又更加难解决呢 到现在 你的港城是极端的资本主义造成的 就要改造香港的资本主义社会 是否又是捨而从难 我不明白 为何决策者 不能在错误发生之初 就及时斗证错误 是要让错误一直 蔓延下去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到现在 近乎走向灾难 是 还有 好像难以自拔 大哥 他一步一步 他不肯认错 说到这里 我要休息一休 我觉得现在去到的地步 会不会香港 就是中共的史太南格 他现在泥足深陷 是意气 他不肯退手 如果当年希特拉 是可以撤退 离开史太林格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 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 再犯 尽管中共党人熟读历史 但是再犯希特拉在史太林格纳的错误 我们休息一会 记得捐钱和分享节目 我们回来再找程先生讨论 还有些问题问你 因为明天 就是区议会选举报名 形势会如何 我们休息一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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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